七个最安全的房子 水下堡垒 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这个水下堡垒位于俄罗斯 房子位于地下 房内还有窗户 在房子内可以看到多彩的海底世界 不论是发生自然灾害还是僵尸来袭 在这个房子里都非常安全 只不过生活在这里有些无聊 毕竟没有邻居 房台风 南卡罗兰纳州有一座不寻常的房子 这个房子看起来就像是半颗鸡蛋一样 很多人看到这个房子之后 都在嘲笑这个房子的主人没有品位 住在这么丑的房子里 实际上这个房子的构造 是为了预防飓风来袭 1989年 乔治的父母在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飓风之后 失去了房子 后来乔治就设计了这个不会被飓风损坏的房子 这个房子和之前被飓风损坏的房子在同一位置 这个巨大的圆形本来就是一个充气模型 乔治在里面装了钢筋混凝土 因为房子是圆形的 所以有风的话只会绕开房子 而不是直接摧毁房子 而且乔治还在房子的下面 留了一个可以让风通过的小洞 如果发生洪灾 洪水也可以从这个小洞通过 虽然邻居们总是嘲笑这个房子 但是每当飓风到来的时候 乔治家的东西总是完好无损 而乔治的邻居家总是被飓风摧毁 水泥房 这是一个由钢筋混凝土和防弹玻璃制成的房屋 想要进入房子 只能让房主把这块钢筋混凝土放下来 然后才能进去 虽然房子的安全级别很高 但还是可以从这几扇大的落地窗中看到美丽的景色 防洪 2001年密西西比州遭遇了洪灾 在洪水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之前 有后人家以最快的速度用挖掘机 在房屋周围建造了一个堤坝 当时洪水还没有来到这片地区 这户人家的邻居看到他们修建堤坝都觉得十分好笑 邻居认为这里只有1%的可能会被洪水淹没 所以这么做是没必要的 但是几天后洪水蔓延到了这里 除了这个做了防护措施的人以外 其他的房子都被洪水淹没了 岛上的房子 压力山大湾有一个小岛 小岛的主人在岛上盖了一座房子 只有座船才能到达这里 如果世界上出现了僵尸 这里也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高处的房子 这座房子位于澳大利亚 房子在高为18米的杆子上面 不管是火灾 野生动物还是洪水 这些危险都不能靠近你的房子 在这里还能欣赏澳大利亚海岸的壮丽景色 沙漠里的房子 澳大利亚的沙漠中有一个隐蔽的房子 这座房子建于1998年 房子与岩石融为一体 非常安全 以至于从远处根本没人会发现 听说长安点赞会让你好运连连 评论区留下你的关护感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